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茶堂会 我是五同浩 最近呢 因为房价不是一直在涨吗 车位不是一直在涨 我记得我前几天才有在 问人我就说 因为我在跟朋友聊天 然后我就说 现在车位很贵 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房子 然后再加车位 起码都要两百左右 他就说两百 以前很以前 好像才五十万跟八十万 然后我们就有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他就在讲说 中南部车位喷两百万 能租五十年傻了才买 苦主后悔十年涨一百二十万 就蛮多人认为有车位的话 其实以后房子会比较好脱手 然后一名网友就在 PTT Home Sale版表示 最近在高雄看预售屋 那个波平车位的价格 落在一百七十万至两百万左右 就让他几乎 就是高雄的波平车位 贵得很夸张 那这个原po就接着说到 就是杂百万买车位 每月出租三千元 扣掉清洁费三百元后 年头暴率约1.6% 那重点是车位又不会涨 顶多房子转卖会比较好卖吗 中南部的车位两百万 是不是用租的比较划算 然后文章曝光后 就有蛮多网友也回应他 有一个回应是 两百万在高雄可以租五十年车位吧 没需求傻子才买 你把两百万放零零五六都比较划算 流动性可能还比较高 然后第二个网友就说 高雄车位两百万他是买不下去 他宁愿用租的 然后还有说 看社区车位多不多 很多都用租的 然后也有说两百万可以再买一间房子了 对那就有内行分析 第一个是车位会涨 第二个是看投资还是自住 如果是自住的话 纯粹看预算 投资要看物件跟属性 如果是三房就 绝对要买个车位 那两房的话就看地点 还有租金是消费 车位是投资 车位是资产 两个概念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是北市 跟 因为新竹现在也是差不多涨到两百左右 中南部涨到两百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真的不行耶 我买不下去 当然就是 你看那个区域现在的发展状况怎么样嘛 那当然发展的起来的话 当然 车位是贵这是一定的啦 对不对 因为你车子就是不好听嘛 然后 刚刚专家讲的很有道理啊 如果说你今天买的是套房 你不一定要买车位啊 对那你是投资的嘛 对不对 从投资角度你买套房就出租 他可能是骑摩托车吧 如果以中南部来讲 可能摩托车的方便性 会比监狱来的好吧 对不对 嗯 那所以就不一定需要啊 然后那你说小家庭 那就有可能需要车子啊 对 但是你还是看你的案子的位置嘛 如果你案子附近周遭 还有很多的停车空间 那也有可能人家会停外面啊 嗯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如果说 呃 你卖的是稍微豪宅的产品 那豪宅产品客户 他可能就不会让他的车停外面了啦 他就要很多车位 对 那尤其另外一个就是豪宅产品的客户 就是你今天要他下雨天没有 从大楼里面走出去到他车上 这段路他还要撑闪 他可能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宁愿直接到地下室上车嘛 那你说两百万一个车位 对他来讲 会不会贵 这已经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他可能会他家里有两台车或三台车 他必须买三个车位了 嗯 对不对 就是他的 以自助需求 如果他用得到的话啦 嗯 那车位这个价格上去 呃 贵不贵 我觉得其实以南部来讲两百万真的是蛮贵的啦 真的是蛮贵的啦 因为我刚入行的时候 北市的车位大概也是在一百五左右啦 嗯 就蛮贵的 那你那个时候 北市如果说新竹那边 那时候车位大概60到80之间的顶多 那中南部的可能就就更便宜啦 那当你说有还是要看一些区域啦 我讲的是可以平均来看啦 那可是你说现在北市车位没有三百以上 真的没有 你三百你可能买不到啊 对人家也不一定要卖你啊 那车位真的是很贵啦 那你说现在新竹涨到两百是吧 有些两百五 我听到的 对嘛 新竹也涨两百五 当然你说难接受 但也因为他的园区住户多嘛 对不对 那他那上班他可能就是 可能开车去嘛 嗯 然后再来是他可能夫妻俩都在园区上班嘛 那他可能夫妻两个是不同班 不同时间 甚至不同公司不同厂房 那他有没有可能会需要两台车子 会 那不一定说都是名车 但是至少有可能他会需要两台车子啊 有可能啦 今天谁出发的时候载小孩子去上课 然后隔了几个小时后 刚好另外一位下班了接小孩 对不对 然后等到半夜的时候 哎这个回来了 没多久这个又出去 就是他会有 也许会有这样的状况嘛 嗯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有这样的需求 会啊我们之前讲说 呃 竹北那边 像因为地也不多了嘛 嗯 周遭就是不好停车啊 很多地方不好停车啊 那所以车位有没有需求 就是有需求 他价格就上去了 嗯 那你更不用讲说新竹 比如这个老市区的部分 你没有车位你车 请问你车停哪里啊 所以你在老市区里面大家都喜欢骑摩托车 原因是因为我车子开出来以后 我就必须得开回去以后 我才有位置停嘛 嗯 对不对 我就开车出来 然后看一下我要去的地方 然后再开回去 家里停好 然后再骑摩托车再出来嘛 我身经病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哦 那所以可能对他来讲 就就 呃 使用上面来讲 就是可能会 哈维尼也有摩托车嘛 那我相信中南部有很多地方也是一样啦 对不对 因为刚刚讲 贩子一个中南部 那个区域比较大啦 哦 那当然你还是要看区域嘛 啊 那举例了台中七旗那边 假设你没有 你没有停车位 请问一下你车到底要停哪里啦 嗯 很难停啊 七旗那边都是豪宅 他应该会附停车位 对嘛 我我就是举例你 你要看中南部 他要看区域嘛 嗯 是不是 他那个区域 你真的住户有多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交通可能比较繁华一点 对 那你当然你就会需要车位嘛 或是说他的这个都市的规划是 这边路边都不能停车 警察取缔比较严重 你必须要到附近的停车场 才能停的话 那他会 因为那我这边 我宁愿家里面有车位 那到时候两百万他会不会买 他如果需求有到 可能人痛会买 他可能还是会去买 他还是会希望有自己的车位 那租车位最麻烦的是什么 就是你怕你租租 突然他不租你 那请问你车子要放哪里啊 没地方放了 对不对 那你本来回家 就是停车位就回家了 接下来 你变成是你要停在一公里外 然后走路回来 哇那你 你我跟你讲 天气很冷 还好你穿多一点 夏天你走那一公里 你要去上班 那你已经全身汗了 是不是 那更不用讲下雨天了 冬天还好 因为冷嘛 你就穿多一点嘛 你就走一下嘛 就冷 但是你不会影响啊 那如果你说你会流汗的话 你夏天 你刚上车身上全就湿了 那你那套西装是要干嘛 湿掉的西装 那不是西装 那是吸汗的西装 另外一个吸啊 对不对 就感觉就很不舒服啊 所以车架高这问题 可是我听到的是 这是我比较久以前听到的 大概去年吧 就是某一个地方 它开始涨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好就是讲新竹 新竹就开始涨得乱七八糟 然后那个地方 我记得有一个案子 我听到的是 他为了要让他的价格 不要到这么高 所以他把价格 灌到车位这个上面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现象的话 就很不合理啊 我觉得中南部 会不会也是有这个状况 有可能 最近可能稍微少一点点 你刚才讲的状况 应该是蛮之前的 应该是在这两年之前 起码是在这两年之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想要说 吸引客户来看房子 因为那个时候 房市还没那么热 那我把我的房价 有部分灌在车位上面 那我每一瓶的单价 是不是比较低 我就可以打 全区最低单价 这一瓶才多少多少钱 那你可能就会来看嘛 对不对 哇你看比如说好举例 我用比如说好30万好了 全区最低单价 一瓶30万 然后我的瓶数可能是 55到60几瓶 63举例 这样的数字 那你换算下来 这个价有比较便宜 因为旁边的可能一瓶是31万 或是32万 对不对 你来了以后 你换算去 房价没有错 但是它价格在车位 差了那100多万 是在车位上面 那是在之前 就是你房市 还没有那么热之前 但你说未来会不会看到 未来就有可能看到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 这个房市的热的阶段 它哪有在跟你那个 它不用灌车位 它直接在房价 房价开多少 你都会买 你拼得命买 你拼得命买 它追高 还会涨 还会涨 它就不需要花这心思 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你说现在中南部 是不是有 现在在做这样的状况 我们不好说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还不至于用到 这一个部署 但是在未来 也许就有机会 你就会看到 像这样的东西了 但是你说 最近的车位 应该不是用 你刚刚讲 上述这个手法 去灌一灌 让它涨高的 而是 因为这个是 房市太热的时期 你房价也都涨上去了 你很多都涨上去了 你当然车位也涨 那赶杖涨车位的价格 也就是说 你附近的 的确是有一些停车的需求 那如果说你附近就有那种 很大的包月的停车场 包一个月才可能两三千块 这么便宜的话 它也就不会开那么高了 所以一定是那个区域 它对于停车的需求 跟停车的难度 有一定程度的 会影响到它的价格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不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腦机 Bye